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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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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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肉剁成绒不但口感好 而且还会把遗留的小刺给剁碎 孩子吃起来更加的安全 好 然后给它还可以再压一压 你看 这就不一样了 下边我们把西红柿 香菇 给它切一下 给它盖个刀 这都是好东西 西红柿 我说到这儿 我们要特意说说 因为给孩子做菜 选这红的 成熟的 青红柿里面有种物质 不太好 熟透了的 熟透了的 把它切成粒 香菇 番茄 然后是多吃一点 老年人吃根的汤也好 也好 特别是胃不好的老年人 多吃人家吃 这时候我们丁都切好了 我们把鱼肉把它打成糊 好 还有鸡蛋 我们打完鸡蛋 先不往里倒 我们加点底味 加一点胡椒粉 去肉腥 加点盐 加点底味 加点尿酒 点点味精 这个时候我们的蛋液 再往下下 把鸡蛋 一起放在这里 让它更滑 我想这颗的汤可不是一般的 它叫珍珠汤 珍珠怎么形成呢 现在就给您演示一下 一个方向 一个方向 打上劲 抓点面放在里面 这个时候 加点面 在这面 这个比例 大家来讲 对 就是手里抓上劲 抓上劲 抓出花的 对 千万记着是一个方向 一个时间方向 这样我给您做点水 好 我们先使劲用力搅 用力搅上劲 没错 但是快入锅的时候再倒点水 对 蟹一下 这个过程要记住 对 一定要多搅 来点 好了 面糊调到均匀上劲就可以了 这时候董老师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这个 珍珠上哪儿去了 珍珠在这儿 露啊 没错 这个是我们家里都用的 照理 大猪小猪 露玉 来 来 这个您帮我 我给您压一压 这个很有趣 很有趣 走 走 走 太棒了 太棒了 这完全是珍珠 就是珍珠 这太好了 随着多少人就往里压就可以了 而且一点不粘连 太漂亮了 来 来 我家爱吃这个 咱多压得 来 这过程可以让孩子看 对 以后就哪怕到国外留学 到那儿给老外演示一下 吓他没跳 想吃鸽叉汤了 中国人有学问就在这儿了 行 让我们把这个切好的 美国丁放一点 而且色彩这个对比非常雅 你看没有 把它轻动 太好了 这是一点不粘连 非常均匀 大火吹一吹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出锅 走 炒好的我们就可以出锅 观众朋友们 您往这看 我锅二次点火 烧热的 我给李师傅打下手 您看到多少油的 一点点就可以 润润锅 咱们给它呛呛锅 给孩子做饭 好 热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撒点香末 好 走 去锅 好 加水 依次给它倒足 好嘞 好嘞 再加点盐 加点盐 有点底味 好 放一点 吃点粉 好 稍微得让它汤浓一点 汤浓一点 推推推推 好了 你看 多漂亮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番茄下到这边 上这边 好 这时候大火催 大火催 你看这汤很清凉 而且非常的透亮 把它把我们迅速的放进去 对 随法随推 好鸡了 出锅的时候把它可以稍微加点味精 对 可以了 我们可以关火 点点味精 再来点麻油 香油 少加点香油 当然了 你要是北方人 想找点啥 各点适当的各点老抽 可以 也好 给孩子做饭 不光味道要好 从色彩 视觉上 要把他的胃口掉进来 味道 有鱼 有鱼蛋 对 有菜 不知不知 都让他吃进去 再来回顾一下番茄蒸的制作要点 鱼肉剁成绒 调味后加入鸡蛋 面粉 调成糊 用漏勺将鱼面糊淋入开水中煮熟 加入香菇 青豆 番茄 或者您喜欢的十令蔬菜做成汤 就大功告成了 明天 老朋友 老时间 老地方 还是那句老话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大周的天吃什么肉好呢 当然是鸭肉了 但是鸭肉与什么搭配更好呢 当然是紫浆了 明天区浩大师给大家介绍一道 夏季最佳组合做出来的菜 叫做紫浆鸭丁 敬请关注